美国的卫生部长阿杂尔 他今天下午 是到了台大公卫学院这里来演讲 不过呢 这个前机关局长 这个苏毅仁他就讲说 这次阿杂尔来呢 如果不能够制定台湾的疫苗要求的话 那他这趟可以说是白来了 陈世忠毫不客气的会这样 赶快来听听看 当然嘛 我说友邦来了 那不是为了交换礼物而来 是建立一个国家的关系者而来 这是一个长久的发展 不能用单一的目标来看这些事情 那如果毫无国际观的人讲这些事情 那也就算了 那有国际参与经验的人讲这样的事情 那真的就是白目 好那今天呢 这个阿杂尔在会中呢 也特别的演讲的时候 特别提到说 这个顾总统李登辉 对台湾的这个民主贡献的成就非常的大 所以呢 他这次到台湾来 也会特别的来上这个顾总统李登辉的 这个台北宾馆这里呢 来进行追思 时间点呢 就在明天上午九点 之后这些情形 我们会随时为您掌握